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给大家讲解Hotop2.x入门简介及生态系统 本个程包含三个内容 第一个,Hotop及生态系统介绍 第二个,Linux简介及长运命令使用 第三个,Hotop环境搭建 第一章讲解Hotop及生态圈介绍 第一节讲解Hotop产生背景 第二节讲解Hotop应用案例 第三讲讲解Hotop就业情况及课程大纲 第四讲讲解分布式系统 第五讲讲解Hotop生态圈及各个组成部分 Hotop产生背景 在Hotop之前,无法解决的问题 第一,单击无法计算海淡数据 举个例子 三个500G的文件中 找出重复的行和不重复的行 这个在单击中是很难完成的 第二个,关系型数据库无法统计大量数据 比如说传统的MySQL SQL Server甚至Oracle 去统计100亿条信息中的Top10热点问题 是很难统计的 第三 纳尺缩影和从处无法实现 首先,什么是纳尺 纳尺是个搜索引擎 需要从处海淡数据 查询需要建立缩影 只有建立缩影了才能提高查询效率 第四 数据太大 性能与效率低下 举个例子 有100T的网站日志 去计算它的PV,UV,IP 在整个单机环境中 实现以下四种问题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如何解决呢 所以Hatop诞生了 我们说一说Hatop的前生 Hatop的前生是Natch 它诞生于Natch Natch是什么? 是搜索引擎 它是一个抓取全网的一个搜索引擎 是由道哥卡天这个人创建的 道哥卡天同时也是Lusan Hadop的创始人 所以在加尾领域 这个人非常出名 好 我们先介绍一下Natch的架构图 这里我做一个简单介绍 Natch的架构 首先它是个搜索引擎 它包含有爬虫部分 就是用来抓取网页 还有链接库 就是从属于一些链接 还有缩影 只有有了缩影呢 才能去查询 还有一些解析 那么Natch的底层 通通用的是Hatop Hatop包含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HDFS 用来重处海量数据 以及缩影数据 MapReduce 可以建立缩影的时候 进行一个并行的处理 好 Natch存在的问题 我们再复述一遍 Natch的设计 是一个大型的全网搜索引擎 抓取全网的概念 就是说 就像国内的百度 国外的谷歌 那么他们都是搜索引擎 Natch是一个开源版 那么百度谷歌 它是一个商用版 好 Natch可以抓取网页 还要建立缩影 去查询 那么我们的问题来了 抓取的网页 数量增加 如何存储呢 10亿的网页 聪储和缩影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在Natch中 作者遇到了 那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们继续讲 这个时候 哈杜普来了 那么哈杜普 为什么就来了呢 这个要感谢一下谷歌 谷歌公司 是一个做搜索引擎的 那么他的技术 是非常的高 对吧 那么他在这个 软件或者说是技术方面 引领时尚 也是一个巨人 对吧 谷歌云计算 首先推出了 他的GFS 就是说 谷歌他做搜索引擎 那么他的数据 怎么存储呢 他发布了一篇论文 叫GFS Google File System 那么 Hadoop的这些人 这些开发者 他们模仿了这个论文 毕竟这个论文 只是论文 并没有实现 并没有去开源 那么他们实现了 就是后来的HDFS 同样 谷歌的MapReduce 也是有论文的形式展现的 最后 诞生了Hadoop的MapReduce 那还有一个是BigTable 是大表 对吧 那后来诞生了Hbase 它是一个劣势数据扣 那这三大论文 对整个分布式环境 甚至说存储 缩影 等各个方面的领域 尤其是这些分布式计算 带来非常大的好处 诞生了Hadoop 这也就是 有了论文 所以开发者 开发出来了Hadoop 好 我们看一下Hadoop的产生 首先第一点 是因为Natch Natch作为搜索引擎 遇到了很多痛点 刚才也说了 第二点 谷歌的分布式 文件系统GFS发布 这篇论文呢 是 解决的问题是 搜索引擎 网页从储 和索引数据从储 那么 Natch遇到的问题 正好是 抓取和缩引 产生的大量文件 没法从储 三到一 这篇论文 给Natch开发者 给了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 这篇论文 虽然是开源的 但是技术并没有开源 那么Natch开发者呢 实现了一个开源的 GFS 也就是HDFS 2004年 谷歌发布了 它的MapReduce框架 其实 MapReduce框架 是非常经典的 它的设计艺术 也非常高 它可以处理 海量的数据 并且建立缩引 同样呢 谷歌也没有 开源 但是开发者呢 也自己实现了一个 MapReduce 这里说的就是 Hadoop的MapReduce 好 我们看一下Hadoop的作者 看上去很低调 并且也很帅 为什么聪明的人 总是光头呢 聪明绝顶 说的就是他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Hadoop的发展 2004年呢 有一个最初版本 2005年12月呢 Natch签一道新的框架 Hadoop在20个节点上 稳定运行 2006年1月 道格卡店加入Yahoo 说到这地方呢 我们应该感谢Yahoo 如果没有Yahoo 那么Hadoop的发展 可能没那么快 并且也没有后来的开源 Yahoo在整个互联网来说 技术背景也很强 它也做出了很多优秀的东西 2006年2月呢 Hadoop成为顶级项目 捐给了Apaq基金会 来进行维护 那么吸引了大量的开发者 2006年2月呢 Yahoo的网格计算团队 采用了Hadoop 2006年4月 标准排序 在188个节点上 运行47.9个小时完成 每个节点呢 是10个Gb 2006年5月 Yahoo建立了一个 300个节点的Hadoop基础 2006年5月 标准排序 在500个节点上 运行42个小时 硬件配置比4个月更好 那么 从这个结构过程来说 它的这个性能 还没有充分的发挥出来 我们继续看 2006年11月 研究集群增加到600个节点 也就是说 从这个数字的变化来讲 Yahoo对集群的这个投入 还是非常的可观 那么 进行排序的时候 是在同年12月 20个节点 1.8个小时 100个节点 3.3个小时 500个节点 5.2个小时 900个节点 7.8个小时 从这个时间上来看 还有从节点增加来看 它的这个变化幅度 并不是很大 这也是Hadoop的一个优势 好 2007年4月 集群达到了 两个1000个节点的集群 可见 这个规模已经很大 2008年4月 赢得世界最快的ETP数据排序 在900个节点上完成 仅用了209秒 那在这个时候 可以向全世界宣布 Hadoop真的可以处理大数据 并且速度也是可以接受的 仅仅在900个节点上 完成1T数据只需209秒 那这个时候 也是Hadoop非常火爆的时候 是推广最快的时候 2009年4月 赢得分钟级排序 59秒内排序500GB 在1400个节点上 和173分钟内排序100TB数据 在3400个节点 从这个数据上也能看得出 Hadoop在这个处理大数据方面 它的这个时间的花费来讲 并不是那么敏感 比如说一个100G的数据 和一个1T的数据 他们的处理时间 在机器充值情况下 变化并不是那么大 好 我们看一下Hadoop的现在 现在呢 Hadoop已经不再是曾经那么弱小了 它已经更新到了2.71版本 版本之所以这么更新之快 是因为受欢迎 对吧 那么每一个技术的发展 与它的更新都在于需求 如果需求非常大 那么它的发展就会非常快 在大数据领域呢 Hadoop是首选的平台之一 这是我刚刚截的一个图 是APA旗下的Hadoop顶级项目的官网 那在2005年 2015年9月23日发布了2.6.1版本 那在7月6日发布了2.7.1版本 那么现在Hadoop的这个使用者 国内包括这个情况 我会在下一节讲解 但是就在我掌握的情况中 Hadoop的使用呢 都几乎在2.x版本 因为Hadoop2.x呢 解决了一个单点固扰问题 并且引入了样资源调度 那这些我都会在后面章节中介绍 好今天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